你剛才問我什麼? 來吧,羅山花園 羅山花園 稍後拍一下一點 好像彈花一樣 是呀,很特別的 有人問我羅山花園 叫我介紹一下 剛才放了出來給大家看 稍後放給你們看 放了嗎? 大家看到的花差不多奇花二草 這個是我一生人的功夫來的 因為世間幾千年來 特別由我祖先開始 姓國的郭鵬 我們祖先有兩個猛人 第一個是郭鵬 寫了一本《藏經》 人死了怎麼藏 即是大風水學了 怎麼可以富貴 擺頭擺尾 搞什麼事是不是搞出來的 郭鵬 大家上網搜尋就搜尋到 第一就是郭守敬 劉伯溫的師父 元朝的國師 做陰天鑑 蒙古都入了中原之後 就要到處查一些高人 查到我的祖先 這個勢力 捉了他做國師 輪到我們這代 大家要將科學迷信分開 到我的祖先 唐朝 一行大師 又是做國師 又是專門搞天文地理 紮入風水 古靈精怪 真的有法屬 他們真的有法屬 大家上網也是搜尋到的 有他的傳記 舵師公上上海 也是搜尋到的 坊間因為走去學風水的人 有些不是去騙人的 有些是正義當作想真的去學風水 這門都是學問來的 天文地理學 宇宙不是真的這麼神秘呢 日月星球 是不是對人體 那麼大影響呢 對運程 是不是都是一個 語言學來的 食把無憂米 或者有一份安定的職業 那就是追求哲學的東西 追求求職業很強 那你就會去找這些學問去學 但很可惜呢 世間這類的名師呢 就是神不見守不見美 他以為你有緣 收你做徒弟 他會摸上門的 大家看過 小說看過 啊這個人 對的 跟著你 要你收你做徒弟 就不是你找師傅的 因為他有功夫 通常玩風水 命上那門的 多數都是 試掘中國的道家功夫 道術那邊比較多 和尚都有啦 都是屬於是圓門秘笈那些 主要是道家 但是有的人 真的有功夫呢 他都不會看那個名利那麼重 對